然後一樣會有一個超大的電視 跟下面會有音響 然後它旁邊還有卡拉OK 超可愛的 對 它是可以放水起來 然後讓小朋友玩的 這超棒的耶 我人生還沒用過Dyson的吹風座 今天晚上來試用一下給大家看看 這裡真的超適合帶小朋友來的耶 這個區域是夢想中家庭的那個廚藏 大家好 我們來到了今天的宜蘭民宿享住森林 今天是剛好我們是家族旅遊 YES 我們把四間都包下來了 我們直接包洞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宜蘭的包洞民宿 這間我剛剛已經進去餐廳過 我真的覺得它很棒 然後它的有一個小小的點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民宿主人是一起住的 大家住在五樓 然後一樓到四樓的話 是住客的公共用區 那首先一進來的話 它的一樓這邊就是它的停車場 對 會有一個小車庫 但是因為其實包洞的話 大家會停很多的車子 所以一台停這邊 後面這邊也都可以提供給大家停喔 後面的話都可以停 對 不用太擔心 對 然後穿著室內拖鞋進來 他們這邊全部都是採用密碼鎖 來 那首先進來看到的地方呢 是有點像玄關的地方 這邊是鞋櫃 那一邊主人他們一家人住在這邊 所以這邊是他們自己的私人區域 然後這邊會有一些室內拖鞋 然後就可以在這裡換上室內拖鞋之後再進去 然後這邊可以面大片的臉身鏡 對 非常大的臉身鏡 進來的時候就可以找一下 然後電梯的話是一樓到四樓都可以搭乘的 好 咚咚咚 走上來之後呢 那這裡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用的客廳囉 然後它會配備一個超大的沙發 基本上坐著的環境是一定完全夠的 然後一樣會有一個超大的電視 跟下面會有音響 然後它旁邊還有卡拉OK 超可愛的 就如果晚上大家想要高歌一曲的話 也一定沒有問題 然後它整體的設計的話 也比較復古簡約一點點 會有一些很特別的小裝飾啊 大家來的時候都可以參考看看 然後呢 這邊就是我們晚上要烤肉的地方啦 這邊有烤肉的區域 有桌子椅子啊 這邊是 細水池 對 它是可以放水起來 然後讓小朋友玩的 那因為我們也有提告 它這邊其實是親子民宿 所以這間民宿呢 大部分都會以小年齡的小朋友去做設計 所以他們的細水池沒有很深喔 就可以在這裡玩玩水啊 泡泡水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一樣會配一個桌子給大家 然後這邊的話 就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烤爐 這個烤爐很高級耶 我沒有用過這麼高級的 我都是用那個木炭 然後旁邊這樣小小一個 坐在這邊烤這樣子 還沒用過這麼高級的烤爐 好 再來介紹下一群 Let's go 我們現在在民宿裡面的三樓 然後他們總共會有四間房間 是兩間兩人房跟兩間四人房 那我們先帶大家來看看 首先是我們的302 對 它是四人房 你們看看這邊有多美 這個陽光也太漂亮了吧 然後他們進來呢 就是一個簡單的兩張雙人床 然後上面都會有一些小擺飾啊 有小摩托車 然後小公車這樣很可愛 然後他們的話呢 這邊也都有附床頭櫃跟床口燈 就是你可以放一些簡單的東西啊 然後一些自己晚上需要的 然後再來的話 後面有一個超大的液晶螢幕的電視 而且我覺得它這裡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它有附Dyson的吹風機喔 在這裡 這個超棒的耶 我人生還沒用過Dyson的吹風機 我今天晚上來試用一下給大家看看 然後其它的話就是一些簡單的設備 就是茶水啊 然後還有一些杯子這樣子 然後然後它的浴室 噔噔噔噔 這是我理想中的浴室耶 因為它就是簡單的乾濕分離 然後一個智能碼頭 然後一個超大的鏡子 然後下面一樣都是一些浴室櫃 我覺得這邊的設計就是還蠻簡單的 然後我們去看看 兩人房 好啦那這是他們的雙人房 然後這邊的話呢 他們每一間房間都會配一個密碼鎖 然後就會來的時候 可以自己自行設定密碼 但是它因為不是平常都會 世間一起出租 所以如果你只來住一間也會很安全喔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他們的浴室 然後一樣是標準配備 會配一個乾濕分離的蓮蓬頭 然後這邊有智能碼頭 然後一樣都有配盥洗設備給大家 比 然後呢 這裡就是一個簡單的雙人床 然後再配一個沙發床 後面這邊的話 一樣會有附帶整的吹風筋 然後跟這種很有設計感的小櫃子 跟一個小冰箱 那每個房間一樣都會配有簡單的茶水 然後這間房間的重點來了 就是這樣大家看起來覺得很基本款 登登 這邊有一個小陽台超可愛的耶 可以找出來 然後看看外面的環境 然後它這邊就是配一個小桌子給你 還有小椅子 然後晚上如果需要小桌一下的話 我覺得這個地方超美的 然後它看出去的話 就是很漂亮的綠森林 就綠植物什麼都有 所以你也不會覺得一直看到高樓大廈 就是有一種遠離成銷的感覺 我們現在在它民宿裡面的電梯 一樓到四樓是住客的 五樓是房東 房東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四樓看房間 來 大家要介紹一下 輪廓 401 402 四人房跟兩人房 每一間房間都要用密碼送進去 對 它會有自己的密碼 登登登 登登 登登登 米漿一家人已經住進來了 所以房間稍微有一點點凌亂 但是呢 他們就是基本的一樣一個雙人床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沙發床 它很貼心耶 它竟然有除濕機耶 因為宜蘭算是比較潮濕一點點 那也的確下雨下的比較平凡一點 但我第一次看到民宿有提供除濕機 這樣會比較清爽 然後它一樣房間裡面會附一個小冰箱 然後跟這裡會有一個小櫃子 然後一樣有電燈 這電燈好可愛喔 登登 然後這裡呢 是他們的浴室 登登 好 標準配備一間 就是單師分離的淋浴 然後跟免事碼頭 然後還有一個超大面的鏡子 然後這邊一樣 它有一個很可愛的日式小浴桶 然後我幫你裝他們的備品 這間是四間裡面唯一一間沒有陽台的 然後整體又比較小間一點點 這邊是我們四樓的四人房 然後它跟302的房間其實規格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在四樓 所以它的view更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我覺得這間很棒的是 因為它其實沒有離四區非常遠 但是它的view真的很漂亮 然後旁邊有一個小紅的感覺 所以真的很有事外討厭那種view 然後整體設計都很解約 大家可以都很簡潔 然後它每一間房間裡面 都會配這種小沙發啊 所以完全就可以覺得 房間是一個自己的空間 但其實它的共享空間 我覺得也還不錯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它這邊還有一個小吧台的感覺 你早上起來的時候 可以坐在這邊看著窗外 然後呢 這間比較特別一點點的是 這間是有浴缸的喔 所以如果大家有泡澡的需求的話 記得如果你們只有四個人來 或是兩個人來的話 要記得跟民宿的主人預約說 我們需要有浴缸的那間房間 基本配備啊也都有 這間房型的設計跟樓下的也是有一點不一樣的 細節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它每一間都有它自己的小巧思 然後但是都是以稍微有一點點附補風 然後簡約的感覺去設計 然後這邊也有這個小陽台 然後這是沒有這種農田啊 然後一點點樹的感覺 我覺得住在這裡感覺會很舒服耶 會有一種很放鬆的感覺 好像可以在這裡住很久 然後放一張小椅子 就可以悠悠栽栽過一天 那這邊是二樓我們的共享空間 然後這邊的話也有設計一個 很小很小的遊樂區超可愛的 旁邊就可以看得到是溜滑梯 對 這裡有一個很可愛的溜滑梯 我剛嘗試過了我已經可以坐下去 但我會撞到頭 這邊這邊 這裡真的超適合帶小朋友來的耶 因為你看它還有像這樣子一歲啊 兩歲可以坐的這種搖搖碼 然後也有這種半家加久的玩具啊 然後很多很多的設備 這裡面都有 就包括洋娃娃 然後一些樂高等等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有帶小朋友來的話 這間真的超棒的耶 很適合小朋友在這邊放電 對啊 而且當然是小朋友 然後旁邊就是我們的餐廳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大家坐在那邊聊天 那小朋友在這裡玩自己會不會危險 完全就是轉過去一眼就可以看到的狀態 那它後面這邊也有做透明的玻璃 所以其實隨時都觀察到小朋友的狀態喔 那這邊是二樓餐廳的地方 然後他們這邊有一個很棒的超級大長桌 這個的話可以容納大概13到14人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然後民宿的老闆剛剛很貼心 他有跟我們分享就是這邊其實他們準備了非常多 就類似像鍋碗瓢盆的東西啊 都可以跟他們借用 但是記得大家離開的時候一定要幫他們清洗乾淨喔 不然他們就會加收你們一千塊的清潔費 然後這邊呢 就是他一樣會放一些就是小CD片啊 然後還有泡茶的工具 這邊都是可以使用的 然後一樣冰箱 然後這邊會有烤箱微波爐都有 然後我們大家就可以在這邊準備食材啊 然後準備完之後就可以去前面烤肉 然後呢他們公共區域的地方也會配備我們的廁所 就是一間簡單的廁所 我覺得他們都整理的很乾淨然後很簡單 這樣子 然後在我們的廁所的旁邊 就是我們上去房間的樓梯啦 那當然如果帶小朋友 然後又是你們又有推車比較多東西的話 我們就一樣可以搭電梯上去喔 這個區域是夢想中家庭的那個廁所 真的 這邊就是很漂亮 我們剛剛跟老闆聊 老闆就是說因為他有三個小孩 然後三個小孩又生了五個孫子 所以他們就想要找一間是 如果他們全家人回來都可以一起住的房子 所以他們就在宜蘭買的這一棟 真的完全有符合小朋友的地方 小朋友的夢想有一個遊樂圈 然後也有一家子可以一起聊天的地方 我們現在在幹嘛 我們現在在用他的廚房烤肉 外面的火力不夠啊 對稍微有一點不夠 但我們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同時進行 外面烤裡面也烤 這樣子比較快 對 而且我覺得他這個抽油煙機很厲害 因為他的那個煙整個抽的超猛的 我完全沒有覺得室內有油的 就是有廚房的好處嗎 對他是很大間開放式的廚房 不錯不錯 沒錯 現在鍋碗都有很多 對 想用什麼鍋子烤 就什麼鍋子都有 對沒錯 大家要記得用完之後要幫老闆走乾淨喔 我們今天的食材都是買外面的 對 我們是點那個老闆推薦的烤肉店 這家叫做路邊烤肉好像也蠻有名的 對 他在宜蘭還有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串燒店 然後如果是要買這種我們自己回來烤的呢 他叫做路邊生鮮製造所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然後他都可以單點啦 或是一份一份也有套餐式的 嗨 我們現在是晚上烤肉時間 這邊 然後買去買了一隻烤雞 然後這邊戶外烤的東西就是在這裡 大家早安 我們昨天住在想住森林民宿 那今天是早上的時間 我們剛剛已經吃完早餐啦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這一次的住宿心得 那因為我們這次是一家人全部等一起來 所以我們把他整棟都包起來了 然後昨天晚上有跟老闆稍微聊了一下 老闆說 他們現在大部分還是接家族客比較多 就是這樣整棟包起來的 會比較舒適 然後呢 他總共會有三個公共空間 第一個的話就是大餐廳 大家可以在廚房做出東西啊 然後在那個大場桌吃飯 那第二個地方的話就是客廳 然後會有一個超大的電視 他也有卡拉OK 那因為我們昨天在烤肉 所以我們就沒有試用到卡拉OK 但是我看他的機器看起來很高級 然後就是很大的一個客廳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外面的烤肉區 然後烤肉區旁邊還有一個很淺的細水池 就是如果有小朋友的話可以在那邊採採水啊 然後旁邊就可以烤肉 然後老闆也有配備一個很高級的烤肉架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要像罐罐一樣 這樣蹲在下面用木炭烤肉 那他整體的空間環境都非常的舒服 然後四個房間裡面是兩間雙人房跟兩間四人房 那四人房的話就看大家的御用 基本上每一個房間都會有一個小陽台 就有一個沒有而已 然後最大間的那一間就是401 它是有浴缸的 其他都是乾濕分離的淋浴間喔 然後這邊整體就是住起來很舒服 然後外面的環境也是有樹林啊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小農田 那老闆有說3月到7月就是有種植農作物的時候 外面會看起來很漂亮 大家可以考慮來這邊 住住看體驗看看喔 那這邊就是我們住的民宿想住森林 分享給大家 影片就分享到這裡囉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一次吧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我們下一次請到這裡 在這裏��게요 uno影片的影片見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然後到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